老婆 你这都回家了 为什么不脱衣服呀 老公 我想出去吃好吃的 你嘴又馋了 我都多久没出去吃了 天天在家里吃 都吃腻了 你看看你都胖成啥样了 老婆你还吃 我怎么了 我胖成啥样了 你的脸都圆了 你要是再胖一点 我都嫌吃你了 知道吧 反正你都嫌弃我了 嫌弃我胖成猪了 我为什么会胖 我结婚前有这么胖吗 我结婚前可瘦了好不好 才90多斤 我说生完孩子才胖成这样的 结果越吃越胖 越吃越胖 是吧 来来来 你看看你这两条腿啊 都出成啥样的 哪里出了 穿多好不好 这是 你现在有120斤了吗 我哪有120斤啊 你都说是啥呢 哼 老婆这样吧 如果你的体重不到120斤 晚上我就出去 请你吃大餐好不好 真的啊 嗯 如果到了120斤 那我们就不出去的啊 为你好 减肥 我跟你说 你肯定输了 我哪有120斤啊 我很久没有称体重了 我肯定也没有120斤 你肯定输了 那我去拿称来 称一称 你去拿 给你拿 好好好 你说爸爸把称拿来 来 抱出给妈妈 来来 妈妈上称 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笑什么 110斤啦 有啥好笑的 还90斤 你来 你来 还笑 别笑了 你来吃 我不吃 我不吃 我也有啥好吃 你脸也圆了 我本来就是胖子 不行 我也要看 快点吃 多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92.6 我衣服还没脱 我忘记了 脱什么脱啊 我衣服也没脱啊 你的衣服跟我 我这顺一重 你别脱 你等下看着 吃吧 差四斤 不可能 那一看着 你看一看 不是差两斤吗 有区别吗 有区别 有区别 都怪你 把我体重都公之于众 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本来就是你人不能说的秘密啊 哎呀 我们要勇于面对 对吧 胖了 他就胖了 那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体重嘛 那我的体重不是也公布了 对吧 有人好笑的 胖了20斤啊 你跟我好意思说呢 你还把衣服脱了呢 我把衣服脱了 我也90斤 你的衣服脱20斤 差不多啊 你好意思的吗 你说看看20斤猪肉是多少 你的衣服比20斤猪肉的多 我就觉得你今天专门挖坑的 让我跳进去 师傅你说对了 我就故意的 你真够厉害的 我让你胖下去 还出去吃 我现在没有超过120 好吧 但是我超过180了 我要减肥了 我不能超过180 你答应我了 我没超过你就带我吃饭去 那你去 那你去 我不去 你一个人去吧 肯定你要带我去的 我现在要吃烤肉 我要减肥啊 你要我有多胖啊 对吧 你可以看我吃啊 我看你吃盖子嘛 你一个人去吃 我不吃了啊 你今天答应呢 你答应我就去啊 我不吃 我吃烤肉 你看我一起去 我不吃 你走什么呀